烏俄戰爭打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年多了 美國因為烏俄戰爭的影響 決定加大對我大中華民國的軍售力度 避免共匪有樣學樣效法而跌 要來個魚死網破啊 美國甚至通過法案 讓台美之間軍售常態化 但其實我們軍購的對象 不只有美國而已哦 我大中華民國還曾經要跟俄羅斯買武器呢 這最近在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林孝婷博士的研究中得到了證實 那時我們跟俄羅斯想買的東西可多了 而且連俄國國會都同意囉 但後來還是因為各種因素停止了 今天我們就來講台俄之間的秘密軍售吧 其實想要遏制武器這點 早在蔣委員長還在的時候 就想跟蘇聯買軍火了 畢竟那時候共蘇交惡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共蘇在邊境出現衝突時 我們的委員長還想跟蘇聯領導人 布列斯涅夫達成秘密協議 同時發動攻擊 一起推翻毛澤東呢 不過這邊要補充一下 二制武器跟平常其他北約國家 所使用的武器在許多方面有差別啊 簡單講一下北約規格 有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這個軍事同盟裡面的國家 所共同採用的標準規格 就是這一套規則 是為了大家的方便互通有無 所以大家都必須遵守這些規定 講到從子彈、炮彈的大小跟重量 大到各種武器的命名規則都有規範啊 就連螺絲的螺紋間隙大小都包含在這裡面喔 像前陣子的烏二戰爭就傳說 烏克蘭的很多武器都是俄製的規格 所以很多西方盟國給烏克蘭的炮彈跟子彈 都沒辦法用啊 必須要另外開產線 生產北約規格的軍備物資 比如俄系的子彈跟北約的子彈規格 就很不一樣喔 那子彈不一樣會怎麼樣咧 就像你買了珍珠奶茶 但老闆給你小吸管 怎麼吸都吸不上來啊 或是你單純點了飲料老闆卻給了你大吸管 你怎麼用力吸都喝不到飲料 如果子彈太小的話 那發射後可能會飛不遠 子彈太大的話很容易糖炸 目前烏二前線烏軍的裝備還是以兒子為主 所以會直接影響到後勤補給 畢竟打仗你知道的 就是比雙方的後勤能力嘛 誰會希望上了戰場子彈打不出來呢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既然大家都知道 規格會影響到後勤能力了 那為什麼我們的李前總統 還會想跟俄羅斯買武器呢 難道他是腦袋有動嗎 但我想輝哥還是個聰明人 他看到土耳其跟東西德合併以後 德國都可以同時把華約規格的武器 跟北約規格的武器保養維護的那麼好 他對我們大中華民國很有信心 我們的國軍一定是行 那時候冷戰結束了 我們也非常積極 要跟俄羅斯展開經貿交流 如果有什麼後勤維修的問題 那就交給往來的台商協助就好啦 安啦 雖然我們跟蘇聯的這些小秘密 因為委員長對蘇聯的不信任 所以無疾而終了 但這些訊息卻被保留了下來 那為什麼這些訊息可以瞞過中共呢 他們之間最早的秘密聯繫管道 是透過在墨西哥的蘇聯大使館傳遞的 朱方代表陸一世 蔣方代表是新聞局長的魏錦萌 陸哥來台以前 蔣哥曾經派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明 前往蘇聯在墨西哥大使館請求談判 雖然這次秘密行動最後沒有了下文 不過這次的秘密合作也替日後蘇聯解體 俄羅斯想跟我們建立關係的過程中 也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畢竟以前打過交道吧 那就不用再重新接觸了 裡面最著名的就是我們 輝哥當家的時候想要通過第三地 來引進俄羅斯的裝備了 俄羅斯派出的代表是 俄羅斯國營聯邦單一企業 兩位高級主管貝勒文謝夫跟李維諾夫 那時候我們最想要的是 俄系的基洛級潛艇 因為這艘潛艇是蘇聯解體之前 設計的最後一款傳統動力潛艦 它有著非常安靜的水下潛航能力 還有不輸同時期的 德國209潛艦的水下降噪能力 它有著非常強大的火力 除了魚雷以外 還具備發射防空飛彈 跟部署水雷的能力 而我們劍龍級潛艇的武裝 也只有魚雷跟反艦飛彈而已 所以為了要買這艘潛艇 輝哥派當時的海軍司令 故從連秘密前往波蘭 希望可以買到最新型的 基洛級877型潛艇 也派人做做看這艘潛艇 看它是不是真的這麼頂呱呱 後來俄羅斯也派人秘密來到了中華民國 說要賣他們在太平洋艦隊的現役潛艇 還提供全套的維修服務跟設計藍圖 各項零件100%製造技術轉移 這比首次課金的大禮包還要划算啊 不過俄羅斯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好呢 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蘇聯解體以後 俄羅斯的經濟嚴重萎縮 國內偷膨嚴重的關係 整個國家都已經快破產了 也難怪會想把現役的武器 直接用大禮包的方式賣給我們 再加上我們在蘇聯解體以後 就積極跟俄羅斯的官員互動 彼此的印象良好 像我們的阿扁就曾經拜訪過 當時還是莫斯科市長的普丁大大 也曾經邀請過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 到立法院來演講喔 更不用說俄羅斯的各級官員 在1990年代都非常積極的 跟我們展開各種交流了 當然我們想買的也不只是潛艦 還包含各種先進的弓箭飛彈系統 以及相關的後勤訓練之類的 而且為了促成武器系統引進 俄羅斯還特別在英國倫敦 成立一間帝國國防服務有限公司 當成專門對台灣軍售的白手套 甚至那時候我們也得到了非洲盟國 賴比瑞亞的同意 可以在那邊當成武器出口的中轉戰 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啊 其實我大中華民國一直以來 都有通過各種管道對外秘密軍購 但是我堂堂大明國為什麼要走後門呢 其實還是因為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 我們在退出聯合國跟美國斷交以後 要取得美國製造的武器難度就不斷增加 所以只好透過各種管道 看看誰能夠把武器賣給我們 好杯杯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裡面有寫到 因為那時候國軍的主要戰鬥機F-1洞式面臨機隊老化 需要零件翻修 還特別派人到比利時以及西德去問 能不能買他們已經不要的F-1洞式戰鬥機 真的是哭啊 當時除了比利時還有西德接洽以外 還包含南非跟以色列等國家 可以說是想盡了一切辦法再找賣武器給我們的人啊 但是礙於國際壓力所以大家都不太願意賣給我們啊 所以除了對外買武器以外 我們也開始自己做武器 巾國號戰鬥機還有遊虎式戰車 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 雖然這段時間也成功買到了 荷蘭的建龍級潛艇以及美國的M60巴頓戰車 但都碰到了共匪施壓 讓我們買不到後續維修的零件 或是可以用的魚雷之類的問題 那你說我們不就買了一堆廢物嗎 但是後來M60剛好碰上了波灣戰爭 美軍在伊拉克跟科威特留了好大一批 準備淘汰的軍用品 我們因而能汰換了一些零件 但後來還是被老共發現了 所以一直到了2017年 才從美國那邊買到新的魚雷 國軍跟政府高層也意識到 不能單壓在美國身上 當時美蘇人戰的背景下 大部分國家軍售的來源 還是傾向採用北約規格的國家為主 這樣的困境一直到8964 天安門事件爆發以後才獲得改善 因為這些北約國家突然發現 賣武器給共產黨 並沒有對蘇聯起到嚇阻作用 而是拿這些武器來對付自己的人民啊 那時候對中華民國來說 不久前的1996年才遇到台海飛彈危機 我們也一直買不到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 再加上之前1980年代對外軍購受阻的經驗 輝哥想找願意賣武器給我們的國家 分散軍武資源受限的風險 以前美國賣給我們的武器 大多以防禦性武器為主 因為他們也怕我們一不小心 就反攻大陸成功啊 也因為這樣的武器沒辦法跨越海峽東線 如果要打破這樣的局面 就得找其他國家幫忙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輝哥的MISS就開始想辦法 接觸俄羅斯跟北韓 當時負責接觸北韓的是 隸屬於軍情局的中共雜誌研究社 跟北韓的軍辦企業 大同將聯合技術集團公司進行合作 合作內容包含 向台北國安當局出售 北韓從德國偷回來的 2000噸級新型潛艇製造技術 台北派人協助北韓探勘黃海油田 以及雙方透過民間企業 推動軍事情報交流之類的 俗話說得好 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 假設當初這些武器到位 相信我們反攻大陸就不是難事了 不要下班好嗎 我們可以透過潛艇封鎖解放軍的海軍 畢竟在台海戰爭裡面 台灣海峽算是我們的主場 要躲在哪裡偷襲都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俄羅斯準備軍購的內容 包含各種空對空空對地的飛彈 包含干涉導彈用的電子戰設備 有了這些武器以後 幾乎就等於獲得主動攻擊 以及封鎖中共機場跟港口的能力 至少在兩岸軍力的平衡上 能取得一段時間的優勢 而且俄羅斯賣給我們的擊落級潛艦 到目前為止還是國際局武市場上的搶手貨 因為它便宜又耐用 但是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因為國軍的內部怕這些事情被美方知道了以後 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結果無疾而終 我們反攻大陸的夢想就是這樣被推遲了 當時的國防部長唐飛向規格提出建議 除非華府最出售防禦型武器 出現極為不利的決策 否則我們不應該冒這個風險 不然被發現的話 以後我們就更孤立無援了 畢竟我們還是很需要美國 一起來威嚇中共 尤其俄羅斯出售的這批武器 會讓我們取得跨海峽的打擊能力 可能會破壞兩岸的平衡 這也是美國最不想看到的情況 而且當時國軍內部對這件事情也有很多聲音喔 比如說有些人覺得很可惜 沒有拿到這批軍火 不然反攻大陸指日可待啊 也有人覺得就算拿到了 維修保養也很麻煩 因為什麼都要重新學啊 但保養的也不是你們這些高官啊 雖然跟這些軍購最後無疾而終 但如果那時成功的話 不但我們在武器上多了一種選擇 而且解放軍也在使用這些規格啊 有了類似的武器我們就能知己知彼了 不過真的引進武器會不會因為規格不同 在後勤上造成更大的負擔呢 畢竟看看烏克蘭 雖然各國都想出手幫忙 但是這些規格不符啊 可能那時候因為我們迫切需要對外取得武器 土耳其印度還有德國 其實也是同時擁有兩種武器系統的國家喔 所以輝哥可能認為 這對當時是亞洲四小龍的我們應該是小菜一碟吧 當然也會有人說烏俄戰爭也打了這麼久 兒子的武器都已經被看破手腳了 我們不需要那些破爛 但現在的烏克蘭大多數部隊使用的武器 也還是俄歸的武器 但他們一樣有辦法抵抗俄羅斯 現在還進入了戰略反攻的階段喔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一個武器到底好不好 還是決定在士兵的訓練以及指揮官的戰術 戰略靈不靈活才是 不過讓小粉紅們最不能接受的應該是 居然有人想偷偷賣武器給彎彎啊 仔細一看居然是俄爹啊 那就沒事了 俄爹永遠是對的 至於現在還需要引進俄羅斯的裝備嗎 目前的中華民國已經可以自製武器以外 也開始有辦法可以對外軍售一些輕型的武器彈藥了 再加上現在的世界情勢 又因為中二結盟跟烏二戰爭開打 有了新的變化 而爹爹為了他的小老弟著想 應該是不會再賣給我們才對 畢竟現在跟1990年代已經差挺多的了 好了今天關於秘密軍售的故事就說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並分享出去 有能力的話也可以按下超級感謝或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那我們繼續活下去吧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